阿平總統也許有他的訊息管道 但是我覺得這當中應該有相當多是誤傳或誤解 應該當事人有機會能夠充分的說明 我想所有的人都不應該也不至於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切割獨派真的能夠救小英總統的問題嗎 我們都是台灣派 沒有誰切割誰的問題 我們都是台灣派 你知道陳孟的早上有念你一下說 你去看他以後馬上選舉又不再看他了 我一直想去啊 但是時間真的是有限 我也剛回來不久 剛剛也親自跟總統聊了幾句 我覺得他很好的意見我都聽到 他們跟你談什麼選舉 因為他好像南部可能會 會只能一半的實施 他認為我們應該有更好的贏的策略 那這部分我應該檢討 我們也會加強 主席明天那個行政黨他們要阻擋 那他們的認為說現在民進黨跟國民黨差不多 你會不會擔心那獨派的挺律勢力會分裂接下來 所以我剛剛說我們都是台灣派 不應該切割 更不應該有分裂 那國民黨跟民進黨 當然是一個親中一個抱台 絕對不一樣 最終極的本質是絕對不一樣的 那如果大家有這樣的體認的話 我們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可以面對外在跟內在的威脅 這個才是未來長久以來在保衛台灣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應該我會再繼續加強溝通 因為郭官民大老婆郭先生曾說 他們好像都很相對因賴配 這有可能是民進黨之後努力的方向嗎 民進黨需要內部的大團結 也需要跟社會的大對話大團結 那副總統的人選 比如蔡總統 只要這樣適當的機會跟時間當中 他會公佈 那一定是斟酌各方面的條件 所以我認為應該給蔡總統 最好的時間跟空間來思考 那副總統建議你的策略是什麼 策略就不能這樣公開講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